哈喽大家好,我是波涛不汹涌的浪浪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赌博破戒路》 它讲述了主人公和同事们一直饱受班长出老千的欺骗 当他们发现阴谋时,决定联合反抗他的故事 前文书讲道,为击溃首次作庄的凯斯 班长和金富石各自下注两万元 结果十和四六五赢了两倍,而班长居然全色赢了三倍 凯斯一看难过地昏厥了过去 终于到了二十五天后的发薪日 有六个人拿的是扣除了班长手续费后的两个月工资费用 包括凯斯在内,仅仅只有四万五千贝利卡 几个人顿时脸色相当难看 而看着班长那个油腻腻的大脸 凯斯恨不得直接揍他一拳 如果继续不预知,下个月不拿薪水的话就能将欠债还清 但是凯斯并没有这个毅力和志气 拿到钱之后就使劲地喝起来 凭借着破罐破摔的想法 他觉得五十万的一日外出券 根本不可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再说,领导也根本不会同意自己出去 就算同意,一千万的欠债也不是一日就能还清的 于是凯斯进入了一种自我催眠的状态 这天,他正和一个男人一起工作时 男人突然倒在地上,捂着肚子疼得满头大汗 他连忙叫来了伙计们,一起帮忙把人抬进了医院 却不想,男人在途中不停地喊着 我还能工作 当他步入病房时惊呆了 所谓的病房里根本没有什么正规的医疗设施 很多病友都在这里得不到治疗而痛苦不堪 同时一脸冷漠地告诉他 这里的各种设施都很落后 身体一旦坏了,九八成好不了了 深受触动的凯斯决定努力工作 一旦攒够五十万就离开这里 可是没过一周,他的想法就赛斯动摇 刚拿到工资就准备开始挥霍 所幸好基友及时制止了他 并告诉他先攒够一日外出券的钱 因为今晚有一个大赌局 说不定有幸的人可以借此机会翻身 因为好基友亲眼目睹有人就此翻身的故事 所以他即便目睹了凯斯糟糕的生活状态 也要拉着他一起进入赌博的队伍当中 甚至又开始过上了过度预知的生活 为了劝说凯斯 好基友拿出了自己多年的赌局小本子 他说班长虽然花色很强 但也并非无险可计 开始一把夺过了小本本 发现里面竟然暗藏玄机 每次班长有好花色时 必定有时和招穿在 他仔细回想了每个有赌局的夜晚 发现了班长的阴谋诡计 他气得立马想要跑出去跟班长算账 可最终理智制舍住了他 尽管这样的人非常可恨 可是当场抓住他出老街 也顶多是让那一局输他个双倍 并解决不了任何事情 对付这样阴险狡诈的人 只能通过妙招 指他一个毫无翻身的机会 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他的 他走向了预知小组 跟他们说 每次到了混乱的时候 班长的运气都会变得特别好 所以他猜 班长的花色是四五六 而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在赌局中 班长果然出了四五六 所有人都惊呆了 并瞬间明白了 班长一定是出了老街 凯斯劝大家冷静下来 虽然班长出了老街 但同时也是他致命的漏洞 足以要攻击 就攻击那一个方面 而且错过这次机会 就再也不会有了 如果这次再不反击 再不崛起 大家一生将都是班长的奴隶 这一番话 成功地激起了众人的反抗之心 决定支持凯斯和班长干到底 纷纷自掏腰包凑钱 支持这场反抗 一共是六万两千七 开始说 大家以后就只能靠这笔钱过日子了 所以要节省开销 而当领到全额薪水九万的时候 就用这笔钱干掉班长 而最终结果如何呢 就请看下集分解吧 有人说呢 这片子太励志了 有人说 这是社会的浓缩 有人说 逆境中也要拼搏 我却觉得 这部影片给我个人最大的感受就是 不要自己把自己推向深渊 为什么就不能脚踏实地 赚钱生存呢 但仔细回想 就算不赌博 难道我们就完全没有这种赌徒般的个性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